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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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关系梳理 无任何亲友联系 亦具有无家者特性 自增加侦办困难度 特语说明 市政府为了防止意外 还特别宣布 20号起封闭校园制22号 现在警方确认减刑嫌犯已经逃往台北市 目前正与台北市行大 全力扩大追气中 记者 黄烧鸣 金融报道 在这里来看今年第一波的梅雨报道 正值土蜂蜜的采收期 怕花旗被打乱 七土蜂农忙着采收土蜂蜜 主人说今年的雨水少 蜂蜜水分含量低 第一次采收就大丰收 接下来端午节前还可以再采收两次 哇 来看看有多种 满满的蜂蜜 从蜂箱拿出蜂巢 满满的蜂蜜全都附着在上头 结石累累 轻轻一摳 浓稠的蜂蜜迅速流下 一波 一挤压的话 你看它流的这么慢 很浓稠 很浓稠的 这样水分就少 水分非常少 算是多 但是我以往去年有一箱特别多 是把上面的蜜全部割起来 挤压出来的话 十五斤半 进入村蜜的采收期 七度马林山区蜂农忙着采收土蜂蜜 就担心第一波的梅雨季到来 赶紧将蜂巢放进滚筒 利用离心力将蜂蜜甩出来 像这里面 它槽子片不够嘛 那我们就是 这个是五天里田放的 五天有钱吗 对对对 两天就把那个 它的那个草除就做起来了 马上放蜜 蜜马上放的满满的 所以这不到一个礼拜就这样 没有 不到一个礼拜就这么多了 比起往年 今年的土蜂蜜提前半个月采收 因为气候因素 每一个蜂巢都是结实累累 丰隆说纯度超过75度 加上蜂蜜水分少 才采收第一次 蜂蜜就是去年的一倍 可说是十年来大丰收的一次 它都不流动 它就是已经密度很高 浓度很高了 它不会流动 你整个都滴了 怎么说 水都滴了 味道怎么样 好好喝喔 采收下来的蜂蜜 经过隔水加热 经过冷却过滤 还可以制成左手香蜡烛 及舒缓膏 相当实用 这个蜂蜜我们有最高档的就是做蜡烛 一个一寸高的蜡烛可以点上两个钟头 这是供佛用的 反正没有人这么浪费 因为这个很贵 一台斤都卖好几百块 你说随便跟那个蜜蜡拿来做不一样 今年是 目前来讲起来是算很好的 一次一箱 我们那天有称了 采了二十三箱 采了两百五十斤 所以一箱超过十斤 一次采超过十斤 所以你只采两回 这三回就可以采二三十斤 基隆土蜂蜜品质稳定 价格固定 全靠天后因素决定收成结果 趁着每一季节来 蜂蜂抢收 希望让消费者吃到最新鲜的蜂蜜 记者黄桑民金融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住在仁爱区流民传入 现年十四岁的李小妹 国小三年级 他就被诊断出 罹患罕见恶性华裔囊肉瘤 每天必须要服用一颗 一千多块的标靶治疗药物 医药费非常沉重 因此 善心团体 新光爱心协会 就攜手市议员张炳钦 中华民国 情漏行销发展协会 还有竹坚集团捐赠善款 希望减轻李小妹的医疗负担 李小妹抱着妈妈林女士 感谢妈妈的不离不弃 妈妈甚至里程平头 多年来陪着李小妹 因为进行一连串的各种治疗 不让李小妹因为治疗导致掉法 而觉得与众不同 或是心里难过 我也谢谢她 让我学习到很多 因为没有她 我没有办法去体验到 人生很多的不同的经济 住在仁爱区流民传路 自学素描画得非常好 现年14岁的李小妹 国小三年级就被诊断出 全世界不到100位小朋友罹患的 罕见恶性华裔囊肉流 无法正常上学读书 更要不断接受各种治疗 现在每天还必须服用 一颗1000多元的标靶治疗药物 医疗费非常沉重 因此善心团体 星光爱心协会 攜手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以及中华民国情肉行销发展协会 和竹坚集团 捐赠善款抛砖引玉 希望减轻李小妹的医疗负担 她对小孩的爱 都一直很关怀 那都对妹妹都一直不放弃 那在这一块里面 我觉得是我们大家值得去学习的 也有议员这个 包含星光的一个帮助 我跟张理事 我们一起来关怀一下林小妹 希望她健康好起来 我们幸福组间企业的林凯杰董事长 他也是一样抛砖引玉的 捐了三万九千块 那包含我们总华民国情肉行销协会 也捐了三万六千块 包含我们新华爱心社 也有捐赠给我们李小妹妹 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关心 来去帮助他们 也算是尽联博之力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更多 愿意来去帮忙我们李小妹妹的 这些社会大众们 一起来关心 然后也让我们基隆可以变得更好 真的很感谢他们 让我在生活上能减免一点 那个医药费 没有生活上的困难 因为我在人生中转折真的还蛮多的 本来是妈妈有在救助 然后妈妈五年前过世 爸爸是两年前过世 那就在生活上转折太大 所以就感谢他们大家 还有感谢帮助我所有的贵人 喜欢用青年土做成各种玩偶的李小妹 也回正自己的作品 感谢叔叔阿姨们的爱心 更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有能力 回馈社会帮助生病的人 我是希望等我好起来之后 我可以去当志工 可以去教其他人做一些 像这种手作的东西 因为我对手作类 艺术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因为而且我又在医院 又看到那么多小朋友 跟我一样他们也很辛苦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 至少要短暂的快乐一下 想说分享这个手艺给大家 除了照顾李小妹 已经离婚的林女士 还得要照顾现年十岁 就读国小五年级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 两个孩子长期进出医院 家庭收入只能依靠家福补助 和前夫的赡养费过日子 负担非常沉重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来自屏东的社团法人 台湾金纸山慈善会 推广全台湾108站吃素活动 第97和98站 来到基隆七堵及百福社区 在市议员张耿辉的牵线下 七堵出动了上百位的义工 做出了1000多个素食便当 分送给1000位有缘的民众 让市长谢国良很感动 带着大西瓜来慰绕义工们 基隆市长谢国良好感动 抱着大西瓜 慰绕所有义工们 并且和包括正名里长谢连堂 实践里长张小梅 百福里长何孟翰 独北里长谢孟翰 以及市议员张耿辉 和金纸山佛国寺住持法官法师 七堵法研寺住持静台法师 以及亲济公主委柯金彪 百福公主委黄顺才 和立委林佩祥特助陈宇轩等人合照 感谢大家合力做出1000个素食便当 共同推广吃素爱地球的心愿 素食的一个鼓励大家吃素的一个活动 其实现在吃素呢 是环保救地球 是对我们现在这个节能减碳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今天非常开心 拿到一个非常好吃的素食便当 那等一下回去 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鼓励大家 多吃素食就地球 这是由来自屏东的金纸山 宝顶佛国寺的社团法人 台湾金纸山慈善会 推广全台湾108站吃素的活动 第97以及98站来到基隆七堵和百福社区 在市议员张耿辉牵线下 借用七堵法研寺住宿 并且作为制作素食便当的地点 七堵清济宫和百福社区百福宫 分别出动义工 四间佛寺和宫庙总共出动上百位义工 严守干净做便当的规定 戴口罩戴手套以及戴上帽子 做出1000个素食便当 我们全台素食来到了第97站 及第98站基隆站 我们来到七堵法研寺 谢谢法研寺的住持静台法师 给予我们支持 也要更感谢的就是 我们来到基隆 受到了我们的张艺员大力的协助 帮我们连结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由七堵的庆福宫 还有我们的百福宫 清济宫 能够来大力的协助我们 在地的职工的协助 对我们来讲 推广是更加的有力量 而且是大家有共同的信念 而聚集在这里 所以为我们台湾加油 谢谢所有的关心我们的人 谢谢一起在基隆市 受到我们的市长 尤其我们的地方上的协助 是带给我们支持 再支持 所以我们为108站努力 谢谢大家 然后包括整个 我们师兄师姐的安张问题 还有包含那个厨房的 整个崩盾主食问题 那我也更要感谢我们的法研室 靖台法师前夜来支持 此次活动的推长 那更要感谢我们 清济工 我们科主委 百福工房主委 还有我们几个百福社系的里长 包含何孟瀚 谢孟瀚里长 张小梅里长 我们七长 也都到场了 更感谢我们 谢市长前夜的支持 我想这个素食的推展 是大家一起的活动 那成如我们法官法师所讲的 希望能够 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然后来爱护这个地球 里长和志工们 把制作好的 1000个素食便当合力抬上车 各分送500个便当 到七堵庆祭宫 以及百福社区的百福工 很快就吸引满满的民众排队 来领取结缘的素食便当 主办单位金子山保顶佛国寺 希望能够推广吃素爱地球 并且鼓励大家心存善念 做善事减少天灾人祸的发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 金融市政府办理的 社区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 同样受到年轻市民朋友的重视 5月份七堵区的第一场 办理在百福国中的 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 就吸引了非常多年轻市民朋友 踊跃参加 七堵百福国中礼堂里面 吸引排队等待健康筛检的民众 可见民众对于了解 自己健康检查的重视 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 基隆市政府办理的社区 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 同样受到年轻市民朋友的重视 5月份七堵区第一场办理在 百福国中活动中心的 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 就吸引非常多年轻市民踊跃参加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更亲自到现场关心 主办单位七堵卫生所表示 下一场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时间 在6月16号在七堵火车站举行 欢迎涉及基隆市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好朋友 都可以参加 现在是基隆市市区合家欢检查 只要符合基隆市民30岁以上的话 就可以欢迎来做健康检查 因为现在慢性疾病的年轻已经年轻化的趋势 所以只要我们是30岁以上都欢迎来做健康筛检 社区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 包括慢性病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 以及肾脏病代谢症候群 胸部X光以及子宫颈癌 妇女乳癌大肠直肠癌 肝癌和口腔癌等筛检项目 今年由七堵医疗群负责 总共有423个人参加这场筛检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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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为了要提升民众对烟品危害的重视 进而营造无烟健康环境 金融市安乐区卫生所与当地企业 创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吉里办公处 联手举办了一场营造职场无烟环境的活动 小朋友在台上大跳聚烟舞 大人们也一起跳戒烟有氧运动 强化体能并宣导烟品对健康的危害 我们今天的这个友善的环境里面 我们不只是室内不吸烟 在户外的这个区域 不管是员工上班进出啊 或者是其他的企业的合作伙伴来洽工 或者是来送货卸货 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无烟清新的好空气 那就可以赚到好健康 就是鼓励大家追求健康 安乐区卫生所结合创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内料理理办公处 共同办理营造职场无烟环境活动 我们创为精密很早就开始 就鼓励同仁不要抽烟 那室内早就在十年以前 这个场地就是不抽烟了 那现在已经又开始鼓励大家 不要再室外抽烟 我们支持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每个同事 我们每个市民都是健康快乐的 就是希望大家健康快乐 内疗里长献身说法 现在会改变 我相信大家也快改变 像我出去就比较败 身体比较健康 像创为对我们社区很照顾 帮助我们社区很多 感谢创为公司照顾邻里 安乐区长简易哲特别感谢 全家健康真幸福 一手烟 二手烟 三手烟都将危害健康 希望大家支持营造无烟职场 共同维护社区与职场 拥有干净清晰的空气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基隆史上最高的孕妈咪补助将在七月上路 基隆市政府宣布豪运成三计划 包含了孕妇产检车资 营养品及孕装费 一个孕期可以分两阶段申请 每个阶段补助一万元 合计可以申请两万元 鼓励市民安心生放心养 基隆史上最高的孕妈咪补助将在七月上路 社会处长杨玉昕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共同宣布这项好消息 市议员何淑萍也相当肯定这项政策的推出 包含孕妇产检车资 营养品以及孕妇装的补助 最高可申请两万元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补助是够的 因为交通费啊 然后保养品 保健食品 孕妇装 这些两万块其实是足够的 可以让我这一整个孕期都可以很 轻松的可以买到保养品 保健食品 然后拿来计程车 孕妇装 因为我其实怀孕之后胖很快 所以孕妇装这一点真的是 非常让我心动 因为孕妇装其实其他现实都没有 那就像刚才处长提到的 其实孕妇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的身材慢慢变得比较胖 所以其实身心灵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可以有孕妇装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 那在孕期中对宝宝也会比较好 所以孕妇装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新的政策 那你就带着你的妈妈手册 可是你还没有产检到六次 你立刻就可以去领一万元 一万元 那你产检 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很重要 鼓励大家产检 一定要产检 所以你产检六次之后呢 你就可以领第二次的一万元 如果说你现在就已经 此刻已经八个月了 你立刻早就超过六次的产检经验 你让妈妈手册有记录 直接去就领两万元了 对 我们欢迎所有领友孕妇手册 妈妈手册的朋友们 可以到区公所 然后带着你的妈妈手册 直接来申请我们三项补助 第一项就是产检的车资补助 还有营养品的补助 还有制装费的补助 欢迎大家 非常感谢市长 照顾我们孕妇 淑萍在议会争取 就是孕妇在产检的时候 能够补助他们车资 那现在呢 不仅在产检的时候 补助他们车资 甚至在打疫苗的时候 都一起补助 就是产检跟新生儿疫苗 补助六千块 然后在我们照顾我们产妇的营养 一个月补助一千块 总共补助十二个月一万二 然后还有 让我们孕妇能够在产期 能够美美的 然后补助孕妇装两千块 所以说你如果是孕妇的话 拿着你的妈妈手册去申请 你就可以获得两万块喔 这是非常幸福的产妇 那也非常感谢市政府 编列这么好的预算 来照顾我们的孕妇 我们这一次呢 真的就基隆市政府 也非常的贴心 那我们的县市长呢 都各方各面 其实都有帮大家想到了 所以刚刚包含 所提出的三大层面 真的是基隆史上 最高的附佑的一个福利的这个金额 到了两万块喔 所以真的是 也希望可以让大家 在申请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便利 所以你只要准备 你的孕妇手册 你的户籍资料 然后包含 你的这个邮局存户 等等的一些这个资料呢 准备齐全 然后就可以到区公所来做申请喔 所以相信呢 这样子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政策 然后也帮大家有想到了 各方各面的一些 这个补助的一个政策呢 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在孕育的过程当中 都不会觉得那么的辛苦 这项基隆好运陈三计划 相关经费经市议会同意后 最快在7月1号起开放申请 涉及在基隆的孕妈咪们 只要带孕妇手册 户籍资料 邮局存簿 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 就可以办理 透过这次基隆有史以来 最贴心的好运政策 来鼓励市民朋友们 安心深 放心养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再次来看基隆市八斗高中 举办原住民教育文化周 市长谢国良亲自参与开幕典礼 同时也表扬了八斗高中 原住民班及体育班 升学成绩亮眼的同学 颁发红包 表示祝福及鼓励 画面上是基隆八斗高中的 原住民族实验教育文化周 开幕欢迎舞蹈 青春洋溢令人印象深刻 快乐又幸福 然后又青春洋溢 我们是不是给同学们 一个热烈的掌声 高中看到我们原住民同学 表现这么优异 不论是体育班 还是各项的这个才艺 都非常的棒 那我们未来呢 也在陈明健议员的指导下 我们会把这个原民的这个 敬老的政策 会降低从55岁开始 这个也是长期以来 陈明健议员所关心 原住民权益的一个落实 那我们会继续跟八斗高中的 许校长合作 也会跟部落大学合作 继续呢 打造更好的原民文化 让我们基隆市可以 有更多的孩子们 可以共同的来成长 我真的非常感激 我们协市长 上任女孩 对于原住民的业务 只有答应 没有阻止 只要跟我们协市长 来有所争取 像刚刚讲的一个敬老卡 从以前一直争取到现在 大概我们协市长 一口就答应了 在这边再次感谢我们 协市长 对我们原住民各项福利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 再次的祝福大家 我们这是我们第一届实验班 我们转型的实验班 第一届有高二三 现在我们非常优秀亮眼的合金 在三年过程中 他们配合着老师的指导 然后甚至参加 华洛文球导 海民冠言同学 台北医学大学 国立海洋大学 这次在圆明州开幕典礼上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表扬 八斗高中 原住民班跟体育班 升学成绩亮眼的同学 并且颁发勉励红包来祝福他们 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我们所有参与的 也会跟所有的同学 大家早 听到我们八斗高中 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能够录取我们国立大学的学校 真的非常不简单 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八中建校以来 最好最好的一个成绩 这一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市长 对我们八中尤其我们这些 体育班跟原民班的学生的 这样的一个勉励 这一边更要感谢我们八中的 这样的一个师生们 为了我们原住民实验班 能够带出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象 我想会有更多更多的学生 在我们八中尤其体育班 或是原民实验班能够入学 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 越在地越国际 透过八斗高中特色文化的展演 也可以看到基隆海洋多元文化的魅力 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关注跟鼓励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war Show